打开中国电视时 很好我喜欢 中国电视今天是白蛇传下集 前情提要 话说许仙听信法海的话 让白树珍喝下熊黄酒 可是白树珍喝下熊黄酒之后恢复蛇行 当场就把许仙给吓死了 于是白树珍就前往仙山呢 去倒仙草来救夫了 现在是白蛇传的下集 您看这一跪就跪了七天七夜 白树珍都跪出傻瓜的样子了 多惨啊 这时候仙翁看到白树珍这么痴情 当场非常感动地叹了口气说道 哎 你继续跪下去 你拍 不行啊 人家都跪了七天七夜了 这白树珍已经怀孕了 万一这小孩要出事 你帮人家接生的 哦 对啊 对啊 你不会嘛 所以仙翁只好答应把仙草给了白树珍 拿到仙草交给了白树珍 可是在把仙草给白树珍之前 这仙翁一定会说 昨夜他掐子一涮啊 他算这个许仙吃下仙草复活之后 一定会变心的 可是那时候吃起了白树珍说 宁可他变心 也不能让他死了 多吃起啊 于是仙翁只好把仙草给了白树珍 白树珍接过仙草之后 扣谢之后 就飞奔回家了 好 仙翁看到白树珍的背影 非常感动了 叹口气说 哎 笨蛋 你看看仙翁太酷了 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剧情往下的发展 白树珍飞奔回到家中 可是他算算时间 他跟小青约好七天七夜 但是白树珍奔回家中 时间已经八天八夜了 请让我赶快进去吧 赶快推门进去 推门进去之后 一看到小青 小青在等他 所以看他手上的坛子 当场大叫一声说 鼓挥 鼓挥 干什么 干什么 哎呦 燕灰缸还好 好了 那时候哪有燕灰缸啊 还好 这个小青的算数不好 所以没算好 他以为还不到七天七夜 好了 赶快吧 当场就拿仙草 让许仙吃下去吧 许仙吃下仙草之后 果然就醒了 醒了之后看到自己的娘子 当场说 娘 爸 你怎么 你怎么了 我那是蛇精 你看许仙醒过来之后 不但不感觉白树珍 帮他倒了仙草 还一定会掉头就跑 你去哪里 我去金山寺找范海 你看看 白蛇传中的许仙 就一定会这么忘恩负义 算了 白树珍 这种男人留他没有用 不行 我还是要去金山寺找他 你看看 在咱们戏剧之中 凡是有这种人鬼 或人神之恋的 这神鬼怪就一定会很痴情 好了 你看看 白树珍就准备到金山寺寻夫去了 咱们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金山寺的场戏 是白蛇传中最精彩的高潮了 你看白树珍跟小青 为了寻找许仙 等不到许仙之后呢 小青一定会大叫 许仙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看看大叫几声之后呢 许仙不在家 他去买菜了 你给我出来 你老婆怀孕找到这里 你还狠情不出来吗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谁敢叫他出来 你看法海河上出来了 这时候白树珍 一定会求许仙跟他回家的 死鬼你给我回家 不行啦 你这个样子丈夫 怎么可能跟你回家呢 人家白树珍一定会好言相劝 然后这时候许仙也渐渐被感动了 可是这时候 法海一定会出现横家阻止 我觉得很奇怪哦 人家夫妻这件事情 干你什么事 怎么不干我的事 正邪不两立 妖女作乱 我岂能坐视不顾 真的啊 真的啊 可是话诸仙的男子 双方当然难免就要撕破脸了 还有撕破脸是这个样子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欺奔南平的白树珍 一定会开骂了 你这个老奴徒 怎么可以活活才才对夫妻呢 好 在一阵叫骂之后 法海一定会把许仙推入金山市 然后呢 法海跟白树珍之间 自然会展开一场大战了 您看 这白树珍跟法海 就开始斗骑法术来了 在咱店之中斗法系里面 双方一定会变来变去的 您看 变 你看 这种法海变成了一只蚊子 飞来飞去 多讨厌 打他 打他 哎呦 我也没打到 再打 打 哎呦 打到小星点上去了 再打 再打 哎呦 再打 再打 在你肚子上 你打人家肚子上 你妈 哎 还是打不到 好 这个白树珍果 当场又变了 变 当场变成了一炉蚊香 哎呦 高招啊 可把这个法海 和上熏死了 你看看 熏了一身咳嗽 受不了了 只好当场变回来 变回来之后 好 就说法海也火了 他也准备变 变出一盆水 变 好 拿着盆水 当场就浇了上去 哎呦 你看看 白树珍一定全身湿透了 当场变回来 变 你看 全身都湿透了 哎呀 白树珍忍无何人 当场就祭出一只令旗 好 拿着个令旗之后 你要干什么 水漫金山寺 对了 这个白蛇转通最著名的 水漫金山寺了 你看看 一时风云变色 日夜无光啊 黄河觉得大地 你看 大水真的来了 水漫金山寺了 好 你看 这时候白树珍 小青跟法海 就在水中斗鸡法来了 你看 咱们特殊效果多好啊 多像热带鱼缸啊 好 在咱们神怪剧中 这时候白树珍 又会请来 虾兵蟹匠来助战 当然 你看看 最有名的鳄鱼先生也来凑热闹了 你看他们来了 各位将义来相处 我们不愿意就说打就打 你看看 这时候打起来了 你看看 法海也请来了天将神兵来助胜 好的 双方就打起来了 一阵厮杀打斗之后 臭一烂虾 当然敌不过天兵神将 好 这时候在咱们电视剧中 天兵神将打败金怪的时候 一定会这个镜头 你看一张打到虾筋的身上 然后这时候虾筋就 你看看 就变成虾子了 好 如果这个时候呢 乌灰金上去打的时候 如果一被打掉的话 你看看 躺在地上 这时候 你看就变成一只乌灰了 你看 都恢复原形了 就是鳄鱼先生上去一打 然后鳄鱼先生就 你为什么不变呢 这个我们不研究 因为鳄鱼太贵 所以我不变 好吧 给他一脚 让他冲土 好 这个白树珍明知不敌 你怎么办呢 只好退水撤冰了 可是退水撤冰之后 你怎么了 我动了开气 糟糕 白树珍动了开气了 这又怎么办呢 我带你到医院 做羊磨穿式检查 好了 别闹了 你们赶快走吧 快走啊 咱们继续看下去 继续往下发展 就是白树珍中 最感人非富的断桥产子 你看白树珍跟小青 一身狼狈逃到了西湖畔 白树珍因为斗法 动了开气 引起一阵腹痛 你怎么了 怎么说 你不知道 说你是笨蛇 你还不服气 你要生孩子了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我也没生过孩子 怎么办 先躲到凉亭里去吧 好的 白树珍躲到凉亭之后 经过一番痛苦挣扎之后 终于生下了一粒 乒乓球 不是吧 这是舌弹 哦舌弹哪 好 当场这个舌弹呢 就化成一个胖儿子 还真快啊 好的 就是白树珍抱起了 刚出生的孩子 抬头一望 看到眼前的西湖 正他跟许仙认识的地方 非常感慨地说到 他是个混蛋 没关系 不能这样的骂人 愚人不熟吧 好的 正当白树珍 悲愤不已的时候 许仙也逃出了金山寺 赶到了断桥 看到白树珍这般模样 许仙是又悔又恨 当场求白树珍 能够原谅他 最后白树珍看到了 胡青汗一定会不理不睬 许仙一定会再三求情 好 婴儿让你夫妻感情破裂 都是听法海之言 可是白树珍一定会表示 是迫近难以重圆 正当这个时候 小青你要干什么 我要杀了这个胡青汗 你看看 许仙当然是又夺又跑 就是白树珍 你怎么又护起许仙了呢 你也夫妻白树啊 你看看女人多心软啊 然后小青还是坚持 要杀了这个胡青汗 白树珍一定会苦苦替许仙求情 就是小青气了 把剑一丢 决定跟白树珍一刀两断 哎呦 哎呦 你这个人也是太见色忘语了 你看看 小青非常难过 小青就走了 眼看小青走了 白树珍心里虽然难过 但是夫妻能够破镜重圆 重修就好 当然十分开心 可是震探高兴的时候 阿弥陀 要法海 你真是阴魂不散的 你要来干嘛 我是来收这个妖女 啊 真的啊 真的是这样子啊 原来法海是等白树珍生下孩子之后 就来收白树了 最后白树珍呢 才生下孩子 法树还没有恢复 夫妻两个跪地向法海求情 可是白树传中的法海 是绝不同人性的 还是坚持要收了白树珍 眼看 重逢又是一番生离死别 白树珍不得已 把孩子交给了许仙 一番叮铃啊 你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好好教育他 怎么教育 只要他人格 不要像你就可以了 最后还是骂人啊 有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法海 把这个白树珍 收入了破终了 哎呀 多残 好 收入破终之后 就镇压在雷锋塔下 多残的一幕悲剧啊 树珍 树珍 已经在我的破终了 真的啊 你看看 咱们继续看下去 哟 我还挺高兴 许仙的人格真有问题啊 咱们看下去吧 故事座的高潮 转眼就过了二十年 白树珍跟许仙所生的儿子 也长大成人了 而且还考上了转眼睛 你看看 人蛇生的孩子 长相就不太一样 你说他三分不像人 他七分倒像蛇 这种事情我们不研究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这儿子考上状态之后 许仙哥儿子一定就来到了雷锋塔下来祭白树珍了 这个时候小青也来了 你看看 小青二十年来 一看 一看许仙跟小姐所生的儿子非常感慨地说 好粗 好了 你跪一下吧 好 三分就一番气败之后 突然天摇地动 哎哟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呢 掐紧一钻 这时候塔门一会打开 我家小青也就会出来的 是这样子啊 你看雷锋塔就真的开了 这样倒下来了 这还真是个违章建筑 白树珍当当就变成了潘米门 拆除了雷锋塔这个违章建筑之后 白树珍从塔中出来了 白树珍二十年来丝毫没有改变 夫妻 主仆 母子 我儿子怎么长这个样子 哎 真的 妈妈 这种事情我们不研究 哎不研究了 因为大家团圆了嘛 你看看 大家终于团圆了 大家当然一阵抱头痛苦 总算是圆满的结局 这时候法海也来了 法海看在眼里当场说 哼啊 我喜欢 真的 真的 多可爱啊 以上就是中国电视史上的白蛇传天 中国民间故事中 经常会有这种人蛇 人精 相爱 或者相斗的剧情 您看 咱们古代剧作家 多么具有想象力 而到了现在呢 反而是西方的变音人啊 蜘蛛人啊 巷人 好像都被咱们的现代人 视为有丰富想象力的溃宝 其实咱们古代就有了 现在的戏剧作家呢 好像想象力没有以前丰富了 其实人蛇谈谈恋爱 在戏剧上也蛮好的嘛 没什么关系嘛 真的 中国电视 咱们明天见 真的明天见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